鬼女孩 在2007年 YouTube有一段影片 深传在灵异爱好者的圈子当中 当年这个影片被不少人认为 在我们人生当中 看过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影片 算是灵异影片中的经典之一 你确定吗? 我没有想到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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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会告诉你 什么? 我看 你看 什么? 我的天! 什么? 啊 它是掉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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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的女孩正在跳舞 而拿着摄像机的朋友 正在把这个搞笑的桥段录下来 很快她就发现 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 苍白的脸黑色的长发 高度看起来像是飘在空中 像是被女孩们的欢乐所吸引 于是前来查看 看到这一幕的朋友立刻向门口冲去 女孩的鬼影立刻退缩 而下一秒就出现在二楼上方 速度快的不可思议 女孩们快速的离开了家里 转身回去看着房子二楼的时候 拿着摄像机的女孩指着其中一个房间 一个模糊的黑影正站在房内 随即又出现在楼下 在没有人的房子里 那个黑影出的小女孩 还会有谁呢 看到这一幕的两人吓得大叫 离开了那间房子 再也不回去了 这个影片在当年迅速传开了 不少人相信小女孩是真实的 因为当年的后置技术远远不及 现在这么发达 而且一个非常热常的影片 拍摄过程又那么混乱 要后置更是不容易 那你觉得呢? 飞气的办公楼 一名ready用户上传了一个影片 影片中的男子在深夜里 来到了一间飞气的办公楼探险 影片中除了灯灶的地方之外 周围都是陷入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这个半沟大楼非常大 来到某一城楼的时候 他听见了一些奇怪的口哨声 在这个一片死寂的大楼里 这个声响显得格外明显 也格外伸人 但是勇气可嘉的男子 显然不被声音所影响 甚至朝着声音的来源走去 小心翼翼的走在走廊中 王朝有开一门 这一门 他就惦恼了 这一门 这 worst 对 对 对 现在 他就这样 这一门 没人 当他来到其中一闪开着的门 他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空荡荡的房间 伴随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 男子大胆地往其中一个小房间内走去 尖叫声越来越明显 他也显然发现不对劲 行动越发的小心翼翼 突然摄像机像是被打了一下 吓得男子猖慌地往后退 当然也拍到了房间内的所有画面 一个非常清晰的黑色人影出现在房间内 画面中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无关 可是动作非常清晰 像是赶着男子离开 不少人对于影片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但有部分人相信 在大楼的某个角落 正在进行一些见不得光能勾当 至于那凄厉的尖叫声 你觉得是真的吗 就在不久前 墨西哥著名探险频道上传了一段影片 引起了大批网友的关注 影片中 他来到了墨西哥的坎昆寺 一间飞气已久的医院 也传闻这间医院正在闹鬼 顿时吸引了灵异爱好者的注意 来到医院门口的探险队员们 很快就准备好他们的摄像机 开始他们的探险 相比以往废墟的破旧极章乱 这里的装潢可以反映出 当年医院的豪华极高极感 他们在这里空旷的楼层来回查看 才走不久 一道身影的出现 迅速让他们整个紧张了起来 走廊尾端 一个盘散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的视线范围 顿时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他们兴奋得大哄大叫 更让他们对这次的探险 表现了浓浓的兴趣 继续往深处走的他们 很快的又拍到了其他的黑影 让男子们越发激动了起来 哇 öl 是 是 有个病了 有病毒 很可怕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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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prory 她们是无忌惮的住在医院 根本不像来探险 反而像是来参加派对 直到他们看到了这一幕 让他们当场能在原地 像是有人在这里做法事一样 几根蜡烛和火光在黑暗的医院 显得特别耀眼 只是细思极恐的是 除了他们这个废弃的医院 还有他们看到的存在 这个想法让他们一时萌生退役 但还没来得及多想 他察觉到周围一时的不寻常 赶住人 赔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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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تى ri 那是 我才能 计 それでは amigos tens的 esta 我ход拎 我相信 下 在另一个走廊的尾端 他们发现到了一个白影 那个白影看似一个女生 身穿白袍 而对方感觉也不怕与他对峙 就这样站着 似乎在观察探险队员们 一阵子之后才转身离去 有人说像是医院里护士的灵体 在守着这间医院 那你们觉得呢 同样是灵力爱好者的YouTuber 来到了废弃的闹鬼建筑屋 和其他探险队不同的是 他们来到废弃遗久的现场 把拍摄器材 架在闹鬼最凶的房间后 就直接在另一个房间 开始进行召唤仪式 平静了几分钟很快就过了 然而在他们看到的另一个房间内 摄像机却拍到了 许多不可思议的画面 有个人在我们这晚 我会再问一遍 有个人在我们这晚 有个人隐私 exで gay village TB并不可能 还有个人 May 有个人间 这晚 就当两人在进行召唤仪式的时候 灵异房间内先是传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声音的来源正是那黑漆漆的走廊深处 接下来一块步在没有任何外力之下 突然间飞了起来 随即原本用来照明的灯光也突然间不亮了 像是被人关掉的电源一样 而房间内的各种移动都没有引起两位探险队的注意 这种平静没维持多久 一阵莫名的声响 把两位正在休息的探险队吓得不知所措 他们只勾勾的盯着同一个方向 却不敢有任何动作 仔细看烛火的话也会发现 室内的风势突然变大 在烛火不停的闪烁之下 让气氛一时更加诡异了起来 灵夜房间内的风势突然变大 不断传出声音 先是放一墙角的砖块 被移动了一下 然后再被大力的踢开 而地上的其中一块白布 像是有一个脚受伤的人踩在上面 被缓缓的拖走 随着时间过去 灵动也越来越明显 两个人也趁机使用通灵板 再次进行召唤仪式 而房间内发生的事 是否证实了他们召唤成功 3 拉,拉 пят他 如果大家受伤多少于 还是 quot刀的 努力,努力,努力 不要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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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的 你怎麼不 我們要關閉了 我們要結束了 我们要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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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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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关闭了 我们要关闭了 突然在那间零洞的房间内 摄像头像是被一股力量移动了 而两人在纠结的时候 被一股像是女生的泥囊声 吓了一大跳 而其中一名队员表示自己不舒服 想要退出仪式 然而另一名队员却坚持要完成仪式才可以离开 两人不断的争执 直到通灵板的移动 向他们当场直接扔在原地 先是激怒了房里的灵体 两人见情况不对劲 立刻收拾东西离开现场 背后的影子 接下来的影片是一名网友上传的 画面是由电脑摄像头所拍摄到的 也在YouTube一段时间里引起关注的一个短视频 画面中显示 一名男子坐在电脑面前 正与他的好友同话中 可是万万没想到 电脑摄像头像是拍到了一些诡异的画面 突然在男子的身后 有一个身影穿过门口 像是在监督男子的感觉 接着再默默消失在门口的另一端 而男子似乎从电脑的画面中也看到了诡异之处 于是转过身查看 可却什么也没发现到 由于这支影片是15年前上传的 而导致画质不够清晰的关系 也很难看得出那个身影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像是一个娃娃 也有人说像是我们没看过的生物 那你们觉得呢? 有任何轻松或灵异影片要和我们分享 请email几下邮箱 我们下期再见